第一個字通常不要寫太小或太輕 那這個天在藍庭序裡面是寫過的 不要寫太小或太輕 稍微再加一點份量 天 地 地是扁的 藍庭序裡面有出現過 扁的而且它寫的比較輕 寫的比較輕盈 地 弦 弦它寫過那個弦葉器的弦 不過因為外型不太一樣 所以要稍微改一下 不能寫的跟那個一樣 那是偏旁,這裡不是偏旁 我把它寫窄又長 黃 我想要把寫中間寬 上下窄 上下窄 這樣就窄了 那中間寬就是要拉開 下來 好 那中間要穩定 那如果要加新速動作的可以這樣連一下 通常它的點 通常都會往外張 撇過來 往內縮 再往內張 余 余南庭序寫過 那這個不要跟上面那個黃一樣大 因為黃也有這種伸縮張開的效果 那一般來講我們不期望 上下字的寬度長得都一樣 長得都一樣表示你寫得太像楷書了 咒 咒也有出現過 它寫得又扁又窄 又扁又窄 扁扁小小很擠 那這時要跟上面的雨做一點差別 那雨寫得比較高 咒寫得比較窄 這樣兩個字就有效果了 不會覺得上面都是寶蓋頭長得很像 紅 準備左右拉開 所以這個點 形式的點 不用客氣 這個貢可以連起來這樣寫 那也古代的很喜歡分開來洗 那基本上這邊 它還有習慣會正右轉過來 那可能穿插一下 點 戴起來 再點高一點 往下戴 荒 荒草 這是寫窄的 紅的比較寬 那荒的話也比較窄 那你就把它寫著 紅 荒 荒 荒 點 點 點 稍微放鬆一下 日 日 不用寫太大 但是我要把它寫得緊 緊密 覺得 喔怎麼中間沒什麼縫隙那種感覺 有點凱樹化 月 月 我就要活潑化 活潑化 嗯 搅上去 活潑化 銀 銀 青銀化 抬高 往內縮 往內 左邊伸長 右邊可以縮的 這 這寫 輕一點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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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連起來或斷掉都可以